這邊就是 8號全包的入口 一起來 我們走進了一個關上線道 Infina真的有磁場耶 直播手機飆到幾十耶 Rush可以不要 如果發現說明欄的連結 或是可以直接掃描音 如果有QR Code 就可以獲得大肆包裝的獎勵 大家好這是王狗 我今天呢來到了陽明山上 要來一個碉堡巡旅 然後要帶著琳達一起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最近要跟琳達做一個 永別 因為呢我最近在eBay上面看到 各式各樣欣喜古怪的東西 想說呢陸陸續續的進這些東西 有一個大量的開箱的影片 我現在在的這個地方呢 有沒有看到旁邊的兩行字嗎 復興中華定中原 消滅共匪仇壯 這個地方呢就是以前日軍統治時期 對抗共匪 廣大的一個戰局 其實呢這個梁下面 就是一座碉堡 在晴天缸上面呢 總共有11座碉堡 梁廳下面這一座 它就是7號碉堡 2017年以前 11座碉堡總共有被現代人 找出了9座 10號跟11號碉堡呢 就在去年2022年的時候 被一個藍天登山隊 不以餘力的挖廚雜草 找出來了 但是呢因為10號跟11號碉堡 你們可以看到照片上面 它是進不去的 所以呢我們這次要去的就是 8號碉堡 因為據說 8號碉堡裡面 有人可以看到了 而且呢他們在這邊 去挖了大大小小 2000個的閃丁坑 還有戰壕坑 當時也死了不少的人 所以碉堡呢 是有一些的靈異傳聞 然後跟琳達來一趟 我們最後的蜜月旅 先往8號碉堡出發吧 夠 所以大家呢我剛剛就在 涼亭這邊拍開場嘛 下面這個就是7號碉堡 可是它這個碉堡 現在沒有進得去的地方 對然後碉堡內部呢 上一張那個白白的 不知道那個是什麼 就帶你們去8號碉堡 看看有沒有大家所謂的 符咒啊 或者是會不會有什麼 特別的發現 大家很久沒看到琳達了 你看它現在長得這樣子 我不知道為什麼它眼睛變得好藍喔 8號碉堡就在後面 帶著琳達出發吧 GO 大家我走進來的時候 上面的風有點超大 我覺得在這種路最怕的就是迷路 對吧琳達 大家走這種路的時候 千萬不要自己來 非常危險 就還到今天喔 阿金陪著我一起還有琳達 然後大家要看琳達的故事呢 記得去看那個琳達凱翔那支片 它是一個從美國買的娃娃 我們往這個碉堡的路前進吧 但是呢我 實在是非常危險的 我怕蜘蛛啊 確定是這條 這條有路嗎 沒有路吧 等一下我們先 折牌一下好了 我們又回來這個地方了 但現在呢 做好了完成的準備 我把琳達放在這裡面 因為剛剛阿金的手上 被一隻貓貓蟲 弄到朝陽 你現在手還很癢嗎 不會了 萬人除草棒 看進去 走吧 那個畫面看起來會很白癡 會 很像阿伯 阿伯就好 哇 看到了嗎 我們來到8號全堡了 你不覺得有點感動嗎 我們真的到了 我們來到這個8號全堡 哇賽 這邊就是8號全堡的路口 一起來 我們走進了這個8號全堡 這個全堡這裡面 有非常多的 像是保麗龍的東西 有沒有看 保麗龍嗎 對 然後它上面這個 就是像中午食一樣 然後那個站 那是什麼蟲 超怪的 應該是他們那個單身堆 有除過草 所以非常容易進來 但我們現在是超難 超級難進來 那我們趕快先在這邊 試試看 我們要做的東西 大家我現在在這裡 已經做第一件事 我們用紅外線 掃射一下這個錢包 你看每個洞口 用每個洞口 就是他們以前 放幾箱掃射點的地方 錢包裡面 也沒有死過 不少人 就用紅外線 照一圈 讓我們再擺到什麼東西 這個洞口 好 紅外線看起來 沒有怎樣 它可以實時的 監控這裡的磁場 像我現在打開器 它還是在監控我 比如說我給大家看 看手機靠近之後 你看看它 它比較高了 有點保麗龍的 現在磁場 洞口也是裡面 實際上也沒有空間 那個蟲蟲的 電話版 轉一圈 都沒有 逼逼逼逼逼 到時候都沒有食材 都一樣 我本來是期待今天來這邊 可以發現一些 什麼特別的事情 那我們來這邊 做第三件十八機 我們要來紀念一下 拍個碉堡帳 畢竟今天是要 帶它來蜜月吧 我跟Linda繼續 來做個最後的 蜜月旅行照片 好來 3 2 1 咔嚓 我要來做一件最後的事情 就是來玩 Rush多瑤 它是一款 寶壘防守遊戲 直接跟這個尿瑪的 液晶非常的符合 如果等下 敵人攻過來 我們就可以 防守我們這個寶壘 在這個遊戲裡面 你可以制定自己的策略 並且戰勝對手 贏得與怪物的戰鬥 然後如果你剛開始玩這個遊戲 你可以像我一樣 最好從這個平衡的卡牌開始 其中包括 有傷害支持和控制單位的組合 這個可以使你靈活的應得 一波又一波的敵人 我最喜歡的角色呢 是冰法師 酷 太酷了吧 很酷吧 它可以在你其他卡牌 繼續攻擊的時候減慢 Rush Royale呢 它也有PVP模式 你可以實時的與其他玩家作戰 可以加入的團隊一起玩 分享一些戰鬥經驗吧 然後大家如果想要玩這個遊戲的話 如果放在說明欄的連結 或是可以直接掃描螢幕的QR Code 就可以獲得大師寶箱的獎勵 有金幣卡阻害魔法塵埃 可以兌換傳奇卡 如果你們使用的是iOS呢 不要忘記在首次啟動遊戲之後 允許APP Tracking 來獲得寶箱 一起來玩吧 不覺得今天什麼都沒有做到 蠻可惜的嘛 我們要走的時候就沒電了 這是我們人生的最大的問題 我突然想到 我們剛剛會不會電磁場 沒有感應到的原因 是因為太亮了 就算有鬼它們也都跑了 我想試試看趁現在 掃不掃不掃不掃 有東西是零耶 就只有手機有 欸 我們剛剛有試過Linda嗎 還沒有耶 大家記不記得我以前 我一次拍鬼蛙的時候 那個時候用APP的手機測 它是有電磁波反應 我突然想到 我們現在再試一次看看 欸 它亮紅燈可是 上面寫零耶 你看 對 剛剛手機有可是它沒有 有沒有看手機 手機是有的 哇 琳達也有 哇靠 琳達電磁波反應 飆到幾時耶 欸 琳達真的有 磁場耶 它只有心臟有耶 是不是它有心臟啊 我看一下它裡面有沒有 欸 可是它這裡沒有東西啊 有耶 有耶 這個懸疑的東西 它身體沒有耶 它身體沒有耶 你們覺得 你們覺得 要 跑開筋打的心臟嗎 就像這樣 就來看看我的新影片 裡面 那個 異常的反應到底是什麼 是嗎 但是又感覺它很可憐 有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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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耶